没有钱就很难过年 这个是非常这个大家都了解的道理 但是呢大陆的这个首扇飙哥 今天不是要到台湾来吗 因为他要捐五亿的红包 而且大动作高姿态很高调 所以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那么大部分觉得说不应该拿 看不顺眼的人 大概都不是真的需要那一万块钱的人 因为呢真的没有那个钱的话 这已经是生活的问题了 这并不是什么统独啊 或者是意识形态啊 或者是你这个自尊心的问题了 当中我们看到你一定还有印象 五年前一碗面故事 妈妈罹患癌症过世留下五个小孩啊 当时那个家庭引发了很多的关心 现在爸爸虽然是有了工作 这个在山上当损农养家活口 但是呢他也想去领这个红包 他希望能够帮小孩买新衣服 陈光彪要来 而且还是带着大宝钞票来发红包 南投一碗面故事父亲 魏博焱得知之后 也表示想要去领红包 有啦 我帮手啦 陈光彪预计在农历年前来台 发送红包的行程之一 有南投县 光是南投县预计 八放三百万三百包的红包 一碗面父亲说 五年前妻子病逝 非常感谢各界爱心捐款 能够让五个小孩温饱 专心念书 现在他也在身上当损农 赚钱贴补家用 这一次陈光彪来台 如果可以的话 他也想拿红包 沾沾洗漆 魏博焱说现在打工的收入 让全家的生活也能够稳定 他希望日后长大 小孩能够懂得感恩回馈 但这一次陈光彪来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领得到红包 魏博焱说他也想领 想帮小孩买个新衣服 周内新闻 周大翔 南投报道 转发 赞 转发